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2024年清明假期 國內有1.19億人次出遊 遊客共花費539.5億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 人均花費453元 按照網友的話說 只夠來回的高鐵票錢 或者景區的門票錢 其他消費少得可憐 妥妥地窮遊 網友評論說 祭祀祖先的日子本該莊重嚴肅的 沒想到都出去樂喝去了 現在的人壓力多大呀 有一點空閒 不管啥日子都得出去 據官方報導 江蘇揚州清明假期 三天接待遊客315萬 旅遊收入1.38億 人均消費才43元出頭 這是安徽 這是江蘇南京 這是甘肅天水 這是河南洛陽 不過 與去景區看人山人海 花錢買醉獸比起來 年輕人更是將窮遊演繹到了極致 不花錢找樂子 創造自己的窮鬼樂園 才是這個清明假期真正的爆點 就連地方文旅部門都要來蹭一波熱度 這個世界太瘋狂了 一個號稱成都迪士尼的翹翹板火了 毫不誇張地說 這兩天它給成都創造的經濟價值很可能高於上海迪士尼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說唱歌手諾米在參加了選秀被淘汰後心有不甘 就錄製了一段抽象說唱MV 回對淘汰它的導師謝地 其中 有一句歌詞便是在這個翹翹板上唱的 聽起來特別像我要迪士尼 這一下就在網上火了 很多年輕人紛紛跑到這裡打卡 並且 在打卡過程中高聲歌唱 讓周圍的居民苦不堪言 本以為成都有關部門會馬上出手制止 沒想到 人家不僅在小區專門設置的出入口 組織大量支援者維持秩序 甚至 還有導遊講解呢 現在在地圖上搜 就能直接搜到 有人認為 這不是吃飽撐的 浪費公共資源以及饒民嗎 但是 如果站在成都文旅局的角度看 翹翹板的吸金能力堪比迪士尼 市價人數超越小米SU7 而且 還和之前天津的跳水大業不太一樣 他沒什麼安全隱患 讓民是肯定的 但當地居民只能暫時先忍了 畢竟每個人都肩負著成都的GDP啊 成都迪士尼是指成都玉林七巷 已居民樓下的健身器材廠 引說唱歌手糯米歌曲《謝天謝地》中 多次重複的《謝地謝地我要迪士尼》發音 和《謝地謝地我要迪士尼》相似 被迅速傳播 歌曲MV的拍攝地也被調侃為成都迪士尼 2024年4月5日 話題成都迪士尼登上熱搜 截至當天下午14點 相關話題閱讀量達到4359萬 同日 由於前往成都迪士尼的粉絲人數過多 諾米在網絡平臺發布視頻表示 希望粉絲不要擾民 2024年4月6日 成都迪士尼黨群中心連夜成立 在現場設置警戒線和提示牌 並有志願者維持秩序 對人群進行限流 這一幕看似荒唐 魔幻的場景 引發了大量的熱議 那麼 當地的居民是怎麼看的呢? 這個視頻中的聲音來源是一位成都市民 他說 前幾天好熱鬧 花都採爛完了 這現在沒啥聲音了 我們老年人都看不懂了 就覺得他們是一種發泄 反正是圖好玩 年輕人火過一陣就過去了 視頻顯示 這個成都迪士尼幾天時間 就已經空無一人了 這個由一群年輕人創造的不花錢的景點 當然無法與迪士尼的經濟價值相比 能不能真的給當地貢獻GDP也不好說 不過 成都文旅部門的這一波神速操作 倒是比那群在翹翹板上狂歡的年輕人 更令人尷尬 難道這年頭 黨群中心也需要蹭網絡流量了嗎? This 在嘻哈文化中指的是一種Drapper用歌曲去發泄不滿情緒 或攻擊謾罵對手的現象 在中文網絡語境下 含有看不慣 輕視 避視等意思 就是看你不爽 如果單從語境來看 This其實就是中文對的意思 但現在除了對以外 攻擊 對罵 衝突 避視 調侃 吐槽等等這些詞 差不多 全被disc取代了 這些年輕人 借著一個翹翹板 玩著一個歌手的disc梗 集體狂歡 他們看似無聊 無厘頭 無意義 讓人看不懂的行為背後 有著怎樣的情緒嫌棄 有網友留言說 這是失業的年輕人釋放生活壓力 感覺是社會矛盾的發現口 好像一點不好笑 其實挺可悲的 他們的壓力真的太大了 哎 現在的年輕人 有多無聊 壓力多大呀 一個小小的事情也是發洩的噴口 可能是對於某種權威不滿的表達 這個器材提供了一個渠道 另一個有年輕人創造的景點 是深圳華牆北 這個印象中的山寨激發原地 中國第一電子城 在這個清明小長假 也變成了網紅景點 被人流擠爆了 與之前背包客不同的是 很多年輕人來這裡不為禁貨 而是逛出一條街 自從Citywalk流行之後 網紅咖啡 廣東美食 博物館 電子城 零食城 美裝城都是著名打卡點 去年Citywalk成了運動頂流 華牆北也順時抱上了Citywalk大腿 被年輕人逛成了數碼版群鬼樂園 小紅書上華牆北打卡攻略有44萬條 有旅行社還推出了華牆北一日遊 深圳官方還給出了華牆北Citywalk推薦路線 在年輕人的各種攻略下 華牆北的Citywalk玩法被分為三種 初級玩法主打一個鬆弛 年輕人把華牆北納入到 和比架山 蓮花山並列的Citywalk路線 去一趟華牆北 只為感受電子第一階的氛圍 在中心花園六宇圈 把華牆北的電子商城 當作普通商城來逛 再去各種網紅餐廳體驗下深圳美食 有零售貴員表示 週末和假期約60%的人是來這裡逛街 拿獲的人只有40% 這種玩法很適合深圳本地人 不少年輕情侶把這裡當成約會聖地 高級一點的玩法 是把華牆北當成電子超市 有年輕人想來深圳暴打消費主義 就會把華牆北和水貝放在一起 體驗一把砍價的快樂 Citywalk結束後 在社交平台上曬自己在華牆北的戰果 也成了關鍵一環 如今的華牆北 比起過去純粹的電子第一城 更像一個巨大的線價拼多多 各種產品都有 價格也無下限 只要你啃灌 總能找到更低的價格 最受女生歡迎的爆款 是賽格電子市場的手機殼 很多零售店牆面上 都掛滿最流行的手機殼 手機鏈和手機支架 價格都不到10元 很多女生像買衣服 買菜一樣買手機殼 一口氣買十幾個 除了迷倒女生的手機殼 這裡也是缺錢數碼迷的天堂 8塊錢的錶帶 100元3個的無線充電寶 還送數據線 能刷抖音的智能手錶 對標戴森的吹風機100元出頭 對標索尼 蘋果的耳機不過百元 據說華牆北最時尚的包是黑色塑料袋 帶著它假裝拿貨就能砍得很多 華牆北的貨幣體系下 每一塊錢都能實現價值最大化 所以說沒人能空手走出華牆北 還有人解鎖華牆北Citywalk升級版 華牆北深度一日遊 男生版 先去遠望數碼商城買手機 再去現代雞窗大廈玩把西西地相機 晚上去華牆北鬼市掏手機 女生版 喝完華牆北咖啡吃豬腳飯 去賽格電子市場挑完手機殼 經過紫禁城來點進口零食 去明通數碼城掏化妝品 晚上去鬼市掏奢侈品包 華牆北著名的鬼市 據說每晚8點開始出攤 早上4點收攤 在鬼市上充斥著各種世界名表 奢侈品包包的訪貨 今天來深圳華牆北鬼市買點高檔貨 這裡有勞力市各種水軌的銅款 艾比滿天星的銅款 開價只要280 全都是天花板1比1復刻 有LV各種款式的銅款包包 全都擺在一張桌子上 價格只要三位數 還有戴森吹風機 價格只要同款的二十分之一 還有抠起銅板香水 聞起來就像花露水 這位男士說 他的女伴甚至還遇到了 跟他脖子上同款的項鍊 專櫃賣18000元 這裡只賣138元 視頻中 男士舉著兩隻 戴著假表的胳膊說 歡迎來到假貨天堂華強北鬼市 說起華強北可謂是一代人的記憶 因為超高的山寨技術 誕生過無數報復神話 這裡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無數追夢的人在這裡發家致富 這是2008年拍攝的深圳華強北 當時的商業街 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步行街 也通過車輛 但當時這裡是低歌最頭疼的路線 因為這裡每天都人山人海 是全深圳最堵的路段 深圳華強北號稱中國電子第一街 最輝煌的時候 華強北每天人流量超過100萬 全國各地背包客穿梭在這裡 大街小巷都是人 當時華強北賽格廣場店鋪的租金 一平米8萬都很難找到 因為一個小攤位 每天的人流量就超過10萬 但華強北繁華背後 是一個複雜的江湖 這裡的水貨遍地 灰色利益焦距 被人詬病做假貨天堂 2003年 華強北的工廠能夠造收音機 MP3幾乎能夠造出 所有日用的電子產品 但在類似手機 這類高技術壁壘的電子產品面前 它卻只能折起兵敗 也就是在這一年 台灣聯發科打破了技術壁壘 推出了一款單芯片的手機解決方案 廠商在拿到芯片以後 加個電池和外殼便能大批量生產手機 憑藉著完整到完美的電子產業鏈 華強北迎來了它最巔峰 最瘋狂的水袋 藉著香港的窗口 無數的水貨和山寨貨一股腦地湧進了華強北 這些手機因為沒有品牌 沒有生產廠商 背後只印著SZ兩個字母 這就是山寨一詞的來源 華強北成為假貨代名詞 被定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後來 許多外國大企直接點名禁用帶有 深圳和華強北字樣的產品 蜂擁而至的調查記者來到華強北 揭露山寨產業鏈黑幕 每年的315晚會 華強北軍會上榜 山寨已然成了深圳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2007年 迫於輿論壓力 深圳市領導班次開展了大規模的清場行動 2011年 華強北山寨機迎來了最後的輝煌和終結 那一天的曼哈數碼廣場居民樓 近千部山寨蘋果 諾基亞首期被人從18樓往下丟 那一年的華強北山寨帝國 無數處虛灰色產業鏈的商人 老闆 工廠主破產 負債甚至是自殺 山寨龍脈一段 轉型不成 華強北就死了 這是當時流傳的一句話 2013年 政府對華強北進行封路改造 4年後 這裡變成了商業步行街 但當年的繁榮已然不在 有人說 華強北改造後破壞了風水 所以以前的輝煌沒的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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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擠破腦袋都進不來的數碼城 現在成了空城 這些商鋪都是空的 沒人住 我現在的位置 是在中國最大的批發市場華強北 這裡是鄭華數碼城 這是曾經蜂窩一學的一個商城 很多老闆來華強北做生意 想為了得到一個商鋪 轉讓費100萬都拿不下來 現在成了一個空城 為了撕掉山寨的標籤 華強北開始轉型 明通電子大廈是第一個轉型的商場 由於疫情加劇了電子市場的慘淡 那些做國產山寨手機的老闆 便用原來的供應鏈和運營模式幹起了美妝 迪奧 香奈兒等大牌的價格 姐妹官方售價的5至6折 生意意外的火爆 看到這批人賺到錢後 80%的商戶都改行做美妝 商場也更名為明通化妝品市場 生意好的時候 熱鬧程度堪比當時的日韓免稅店 但就像當年電子產品一樣 明通化妝品市場也深陷假貨的泥潭 而鬼式的紅火使得華強北依然擺脫不了假貨天堂的名頭 藉著City Walk 華強北加入了旅遊業的內卷大軍 不但將原先的理工男天堂報改成女人聖地 還做起了臨時的生意 紫禁城食品交易中心專門賣世界各地的網紅零食 比如 商城裡的東京站能找到大部分旅遊必買伴手禮 像白色戀人 薯條三兄弟等通通都有 且價格低得超乎想像 秒殺一眾零食折扣店 電子加美妝加零食 精準區區各個圈層消費者 主打一個男女接避老少通殺 土味老街區變成網紅打卡地 別的景區捲服務 華強北中興公園就在寸土寸金的福田區 安排24小時免費開放的戶外健身房 每個器械都有動作要領以及使用方法介紹 帕被曬還裝了遮陽傘 別的景區有網紅打卡點 華強北就什麼火追什麼 全國200多個城市都有網紅路牌 華強北也有 各個旅遊景區必備的地標咖啡 華強北也安排上了 華強北的步行街還放了一批鋼琴 讓大家免費談 每天都能吸引不少人 還有網紅專門來打卡 就連華強北博物館 也設計了很多打卡點 隨意角度都很出片 手機沿途就能收穫 賽博彭克風的大片 繁華爆火的時候 華強北自稱 深圳自己的黃河路 狠狠蹭了一波熱度 無論是轉型賣化妝品 零時還是政府帶頭犬Citywalk 都是為了重現過去的輝煌 但落寞已久的華強北 僅靠捲旅遊業 能東山再起嗎? 山寨的標籤又真的能徹底撕掉嗎? 前段時間 蘋果進軍MR市場 正品售價昂貴乃一機難求 在一些渠道上 代購費用就達到了五位數 沒有多長時間 價格不到正品零頭 名為Ipcore的山寨貨 已經躺在了華強北檔口老闆的櫃台上 儘管華強北速度震驚眾人 但其質量和市場效果和正品相差很遠 也許山寨是華強北注定無法改變的宿命 現在不僅是成都 深圳 全中國所有的地方 都將保押在了文旅上 每到節假日 就竭盡全力拉客 但對GDP的提升有用嗎?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靠旅遊新國的 旅遊業對GDP的刺激非常低 你看當年資博燒烤 哈爾濱旅遊 其實對當地經濟幫助非常小 因為旅遊業的鏈條非常短 你去旅遊 住酒店家吃飯 就這麼個鏈條 就兩撥人賺你的錢 有什麼用? 汽車產業這麼重要 房地產產業這麼重要 是因為汽車產業造車滬路能賺錢 造方向盤能賺錢 造車座椅能賺錢 然後 他們的上游原材料供給 造設備的能賺錢 造鋼鐵的能賺錢 橡膠能賺錢 在網上開礦能賺錢 它的產業鏈條非常長 房地產也一樣的 涉及到家區 家電 鋼筋水泥等 十七個大的產業鏈條 所以 最終你買了一個房子 但是 整個的鏈條造成的消費是非常多的 汽車是工業領域個人能夠購買到的鏈條最長 單價最高的產品 所以 這種產業對GDP的拉動是非常大的 房子賣不動了 汽車賣不動了 工廠倒閉 實體店倒閉 整個經濟大環境一片愁雲慘物 大量的失業人群需要一個宣洩情緒和壓力的出口 那就是出門散心 找樂子 中國的高速路平時收費不費 而在節假日 為了刺激消費 高速路免費通行 所以 人們都選在節假日 一家人都放假的時候自駕出遊 才會有假期旅遊人潮汹湧的現象 低迷的經濟 無甚亮臉可吹 只有假期旅遊火爆尚可製造一點經濟繁榮的假象 先有滋伯燒烤 後有哈爾濱南方小土豆 再有天水麻辣燙 各地文旅很忙 但卻不賺錢 就像網友說的 無非是圖個表面熱鬧 找個新聞點自嗨而已 嗨完了 房子 汽車照樣賣不掉 消費依然拉不動